我現在把三連音的手法 左右左搭配shuffle這個節奏來練習 如果覺得配合節拍器有困難 一開始可以不用搭配節拍器 但是在心裡面盡量把拍子算出來 在一樣的速度之下 我來練習一下右左右左右左這個手把 現在把shuffle的節奏 跟剛剛右左右左右左這樣子交替的三連音手法 連在一起打 前面先演奏三個小節的shuffle 第四個小節就開始 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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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右左右左右左 這樣一共四個小節來達成循環 左 右 左 左 左 右 ipher 第四個小節的三連音縮減成只剩下兩拍 所以前面兩拍還是shuffle的節奏 我示範一下第四個小節 1 2 右左右左右左 其中第二拍的後半拍 那一下右手 如果覺得你的速度來不及的話你可以省略 變成這樣 1 2 右左右左右左 試試看囉 1 1 2 3 4 4 4 6 現在我要把過門再縮減成只剩下一拍 所以在第四個角節的前面三拍還是shuffle的律動 1 2 3 第四拍我建議改成左右左 從左手開始 這樣的好處是左右左最後打完左手的時候 右手可以重新在下個循環的開頭 右手可以重新在下個復環的開頭 如果同性在下個復環的開頭 左手可以重新在下個復環的開頭 右左右也可以 在下個循環的開頭 你的第一個點可以只有大鼓 或者是用左手去打在Crashes上面 當然如果你的右手夠快 你還是可以在第四拍 右左右之後 還是用右手來打開頭的第一下